您快看 这呀就是那位六指干事了 您听说过 在紫禁城里面能骑马的太监吗 死后皇帝都要为他绰朝三日 一品大员还得为他去守墓 今儿墓子就来到了北京 明朝权倾朝野的太监田义的墓 据说这座墓地里面 还有一具六指身穿龙袍的干尸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我带着您去一探究竟 哎呦的天哪 咱们进来之后 看神鹿两侧非常特殊 您看 既然有这个文艺品大臣来为田义守墓 这边是武艺品的官员 那么为什么呢 从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位田义生前地位是非常高的 死后也受到了非常大的恩宠 这里是田义墓的第二道门了 叫做灵星门 两侧方形的立柱上 各雕刻着一只神器活现的雄狮 两师对望 看守着象征灵魂生生不息的火焰宝珠 因此呢 也有人称灵星门为火焰排放 灵星门呢 是由灵星祠演变而来的 也是彰显了功德地位标志性的建筑 所以呢 灵星门一般都建成了排放样式 以颂扬王者的功德 告慰王者的神灵 灵星门含天门之意 也就是呀 人死以后呢 进入了此门 就可以进入了西方的极乐世界 田义墓的三座碑亭呢 是我国太监墓地保存下来极为罕见的整体建筑 在这座碑亭的顶部上端呢 是石雕盘龙枣井 每块石碑的顶部呀 都有赤鱼二字 这说明呢 这个万历皇帝呀 对田义呢 很宠信 中庭的碑文刻的是 万历皇帝命田义镇守南京的御址 那么东侧的碑亭刻的是生平 田义大太监九岁静身入宫 历经了嘉静龙庆万历三朝 而且田义在世的时候呀 为人非常聪明 办事呢 能力又非常强 后来在万历十一年 南京呢 是严贼四起 民不聊生 万历皇帝呀 派田义呢 到南京去缉拿盗贼 为以重任 六年时间完成了任务 回京之后 田义先后掌司院局 金帽局 司礼监印 同时监长九促 麦菊印 并遇刺了上方舰 还允许呢 他在紫禁城里面骑马 这在封建社会的时候呀 可是少有的恩誉啊 72岁的高龄田义呢 在一次执行任务的途中 因病去世 后来万历皇帝呀 非常的难过 他挫抄了三日 亲自为他呢 操持葬礼 将摩世口 作为他的安葬地 他死后 还有十几位太监 羡慕田义的人品 并追随他 而葬在了田义的墓地当中 作为陪葬 所以呢 这里形成了一个 太监墓葬群 这个呢 就是田义的墓种了 咱们看看呀 墓碑上刻着 斯里坚掌印太监 那么这个地位 当时到底有多大呢 他权力有多高呢 咱们今天啊 在这里给大家去说一说 就是朝中有自责的时候呢 皇帝看完了以后 口述 再由太监代为批红 最终这个诏书呢 能不能成 全在斯里坚掌印太监这里 所有文书呀 要给他们通过审核 通过了 盖个章 也就是玉玺 不行呀 那就打回去 重新呢 让皇上去批 你看这权力大不大 这就是为什么明朝呀 能毁在宦官手上的原因 但是呢 田义他是个例外 他为人正派 不仗势欺人 乐善耗食 在万历三十年 一六零二年的时候 突然呀 万历病重了 赶紧呢 急召内阁首府 沈医冠 当时呀 你一召 废除人心怨废的矿税 不过几天万历的病好了 此时呢 他又后悔了 便派人呢 让沈医冠去追回遗诏 就在万历皇帝 派人所回遗诏的途中 田义呀 深知矿税的危害 便冒死来 劝谏皇帝 不可征收宽税 万历皇帝也气得呀 要杀了他 但是呢 田义早已经将生死 置之度外 面对明晃晃的钢刀 毫不畏惧 就在这个时候 万差的人呢 将遗诏呀 收回 送给了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拿到遗诏后呀 心满意足 将田义呢 给赶了出去 田义气愤愤的走出来 正好碰到了沈医冠 田义呀 迎头就骂说 你为何如此的胆气 你只要再坚持一会儿 我就可以说服皇上了 停止征收矿税 如今可好 哎 这沈医冠呀 被田义痛骂了一顿之后呢 非常的羞愧难当 那么明朝矿税呢 让全国百姓呀 多吃了18年的苦 直到万历48年才废除 田义主持公道 是非分明 是明朝太监的一股清流 咱们从这里呀 就可以走进田义的地宫了 下来看一看 呃 这个田义墓啊 听说啊 以前被盗过很多次 咱也不知道 现在里边是什么样子 这个跟着墓子呀 过来看一看 咱们来的时候 要注意安全啊 因为这个位置 这个门特矮 你看 我要弯着腰 低着头 才可以走进去 来 哇 这里边 什么都没有了 您过来看 这个位置呀 就是当时 安葬便宜的棺床了 而且呢 当时据专家 在清理地宫的时候呢 说这个位置呀 它的尸骨呀 珍宝呀 都已经没有了 就剩下几块残破的棺板 所以说 今天咱们在这里呢 只是看一看 不过我感觉这里边 凉壽壽的 咱们呀 赶紧去下一个地宫 去看那个甘尸吧 那位呀 六指甘尸呢 就在这座地宫里面 去说呢 他当时清理的时候呀 什么头发呀 啊 指甲呀 还都在身上 咱们到里边去看一看 我跟你说实话吧 不是害怕 咱们过来看一看啊 就在这里 打扰了啊 大家一会儿 看的时候 胆子小的别看啊 牧子是善意提醒你们 胆子大的 可以跟着我看一看 来吧 您快看 这呀 就是那位六指甘尸了 他是在2006年 五月份的时候 北京石锦山的一泉路呀 施工的时候发现的 当时呢 可是震惊了整个考古界 出头的时候呀 上面写着 黄青告寿 中县大夫 着武皇宫之灵救 黄青告寿 说明他是清代人 中县大夫呢 是个四品官员 剩下的呀 这个左武皇宫 应该就是他的名号 而且呢 他当时呀 还身穿龙袍 却梳着明朝的发誓 有人说呢 此人是多尔滚 有人说是康熙的 皇太子 印仁 或者韦小宝 不过韦小宝呢 他是杜撰出来的人物 所以他到底是谁 现在仍然是个谜团 哇塞 原来这座寺庙 真的是夹在这个石缝当中呀 大家快看 去这个红色的路上啊 必须呢 要经过这个夹缝路 怎么越看 越像这个选飞石呢 大家看一下 所以说呀 参观这个寺庙呢 还有看身材 真的呀 是太不容易了 因为牧子呢 不是很瘦 咱们试试看看 能不能从这钻过来 大家看一下啊 你发现了吗 这里呀 仅能够一个人 侧窝才能过来 所以说记住是侧窝 咱们在来参观的时候呀 胖人 我估计您是看不了了 跟着牧子慢慢 往里边钻吧 哎呦 我的天哪 这也太难走了 哇 里天太冷了 这也 走 朋友们注意安全啊 来的时候 你见过夹在石缝里的寺庙吗 中国古寺千千万 奇怪的是呢 它虽然叫做寺庙 但是呢 却是一座道馆 另外呀 想要参观这座古寺呢 还要看这个参观者的身份 还有要求 一般来了呀 他找不到这古寺的入口 那古人为何把这个寺庙 建在这座石缝里边呢 至今呢 他都是个谜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座寺庙 我很好奇 今儿个呀 大家跟着牧子呢 到里边去 一探究竟 哎呀 这门也太小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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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我一跳 大爷在这站着呢 哎呦妈呀 我以为你上里边去 给我吓一机灵 大爷 您在这刚才吓我一跳 嗯 就是我今天初次来 想问问 您这个古寺 它是怎么来的吗 这古寺 这个溶洞 你看 你就这里了啊 这个溶洞是 1500年一个蚂蛇走过的洞 哦 一个大蚂 哦哦哦 你知道吗 蚂蛇也得神化的呢 它是从这里走过 哦 对 神化当中的蚂蛇 从这里走过 对 你看 这个顶子 这是天然的啊 哦 都是天然的 你们下那个一线天 这到一线天啊 刚才那块 哎 十方 那也是天然的 那十方也是天然的 对 哦 原来我们这里是来的天 古代上来的四门 那四门找不到了 四门 哦 古代四门找不到了 哎 找不到了 这块是后来人工开凿的 不是不是 也是天然的 也是天然的 咱们是一条路 这都是天然的 那也太神奇了 哦 为什么红萝蛇就这么火 就火在1500年 一个蚂蛇走过的 我们要是去这个参观寺庙 从哪走呀 从那里走 哦 从那个山顿过去是吧 那咱一块去吧 走走走 哎 好嘞 谢谢你 低头低头低头 你看 前面这个鱼就脱形 你看低头低头 哦 这就不能过去了 从这里走的 猫蛇 哎 这是缝祸了 这红门寺呢 位于筛西大同的杨高县 还是一座 1400年前的隋朝寺庙 在大同当地呢 很有名气 但是外地人呀 却很少知道 远远看去呢 红门寺呀 就像是石头缝里 蹦出来的 呃 被一块巨石呢 夹在中间 这间屋子呢 是渔黄殿 你看 这明明供奉的呀 是渔黄大地 怎么说 这是鸿门寺呢 咱们呀 赶紧再到别的地方 去看一下 其他地方 还有什么 哎 大爷 这个位置是通往哪了呀 从下面 哦 通到下面是吧 那咱打开 能下去看看吗 哎 好嘞 哎 慢着啊 你看这太深了吧 慢着 行 那咱们跟着木子到下面看一看还有什么 你慢着慢着 哎 好嘞 躲下 躲下 哎 好嘞 没事没事 大爷没事 没事 行 慢着啊 行 一个脚要一个脚要走啊 哎 好嘞 一会儿你们也慢点啊 就是那古代的早开着 我们是加固了一下 哦 就古代就这样 加固了一下 咱们没办法 哦 好嘞 好嘞 你慢着啊 行 走 咱们下来了啊 哇塞 太不好走了 我的天 终于从这个通道下来了 哎 您看 这个洞里面供奉的明明是八星过海 您看 这里啊 有张光了啊 是不是 还有李洞宾 这边呢 有韩香子 还有何香姑 那这么多的人 他明明是到家的 这个红门寺呢 一共有上下三层 所以说呀 我们再看看最下边这一层 供奉的是谁 你们呀 跟着木子从这个地下通道呢 再继续去参观 走了 哎呀 终于从这个通道又出来了 哇 的天 大家快看一下 实在是太壮观了 你看吧 这寺庙呀 真的是夹在这个石缝当中 太神奇了 大爷 嗯 这块还有一个店呢 对 这里是全身店 哦 这全身店是吧 咱能进去看看吗 那咱们进去看看吧 来 走吧 来 真不好走啊 这块 不好走啊 哎 这吧 哇塞 挺买乎 哎大爷 刚才您跟我说是财神店 但我看就是不对 十八楼汉呢 不是 全身店就这个 你看 啊 大爷给你照下 这钱袋子 是怎么回事呢 古地上摸摸钱袋子 有钱花 哦 是这个意思呀 明白了 明白了 那这木子呀 就在这个财神店呢 好好摸摸钱袋子 把这份财运呀 全部送给屏幕前的您 希望您能够财运滚滚来 刚开始来到这座寺庙 我很糊涂 说为什么又是道又是佛的呢 通过大爷解说 我才明白 原来呀 从隋朝到现在呢 历朝历代 有所维修 所以说呢 有道教的 还有佛教的 那我在民间呀 又流传了这样一句话 地上文物看山西 地下文物看陕西 我感觉呀 说的太经典了 您看 石头缝里面 都能够发现千年古叉 真的是不得不佩服 古人的智慧 到现在为止 1400多年的寺院 都能够保存的这样蛮好 快看 这边就是滴水观音了 简直呀 太震撼了 就在这座仙气飘飘的 大山深处呢 藏着一尊 身披红衣的滴水观音 据说呀 能够看到它的人呢 都能够幸运一整年 当地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在这座 怪尸临寻的大峡谷里面 建立一尊观世音像 见它的人又有什么用意呢 咱们呀 一起走进大山呢 去揭晓答案 走吧 这想要见到它呀 还真是不容易 您看 这四周呢 它没有一条正式的路可走 都是呀 悬崖峭壁 非常陡峭 而且呢 我们来的时候 在当地呢 碰见了一位好心大哥 他说呀 这里山路不好走 稍有不慎呢 咱们呀 可能会发生这个生命危险 所以很多游客来的时候呢 基本上他们都是半途而废 还呀 当时好心提醒我们 说呢 在路上可能会碰到各种野兽 比如狐狸呀 还有野猪什么的 所以咱们来的时候呀 一定要提高警惕 咱们呢 从这里呀 继续往前走 看看里边还有多远 就能够见到 这尊观世音菩萨了 哎 助理你看 这好像真的是野生动物的粪便 白色的 咱们翻过了崇山峻岭啊 终于上来了 快看 这边就是滴水观音了 简直呀 太震撼了 虽然很累呀 不过呢 我个人倒是觉得呀 这种类型的奇观异景呢 真的是非常的值得一看 如果不是今天木子呀 亲眼看见 还真的不敢相信 他居然呢 藏在了瀑布后面的山洞里面 微微低头 身披红布 因为常年呀 有水滴下来 滴到了观音巷上 所以当地人呢 叫他滴水观音 更为神奇的是 瀑布中间有个黑油油的山洞 山洞的深度呀 没有人知道有多深 一眼呢 看不到底 根据呀 很多当地人所说呢 瀑布中间的山洞呀 就从来没有人进去过 咱们呀 看到这里呢 你是不是有一个疑问 到底是什么人 把观音巷放置在这个山洞里面呢 木子走访了几个村子 有很多老人都不知道 但他们却说 这尊观音呢 是非常灵验的 所以不管当初是谁放的 今天呀 能够见到这么惊艳的观音巷 都是有福之人 正所谓观音菩萨慈悲心 欲露柳枝点极小 年子化灾去凶险 佛首辉来国民安 今天木子呀 就在这里呢 祝福所有看到视频的朋友 都能够吉祥如意 平安一生 大家可以把平安一生 打在评论区